我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今天再创新高,破24000宗 另外,首相办公室表示,首相将在明天宣布新内阁名单 新闻开始之前,记得点赞、分享、理性留言并开启小铃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跨市Live,我是慧涵 我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今天再创新高 截至今天中午12点,我国新增24599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这使得我国累计确诊病例来到了1640843宗 水州新增6936宗确诊病例,全国居首 接着是沙巴新增3487宗 值得一提的是,有三个州数破2000宗 分别是柔佛、槟城和沙拉越,而几打吉兰丹和霹雳则破1000宗 另外,我国死亡病例再创新高,今天再有393人死于新冠肺炎 相信大家都急着在等待新内阁名单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莎比里今早11点就进见了国家元首 提成新内阁名单,整个会面的过程耗时约2小时30分钟 首相办公室今天发出通告指出,首相将于明天早上11点宣布新内阁名单 而首尾的正副部长将于下周一,也就是本月的30日下午2点半进行宣示 根据东方日报叹息,在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莎比里的新内阁名单当中 马华将保留一阵四副部长的配额,而副部长部门有所调整 有传马华重获财政部副部长一职 消息对东方日报指出,预料魏嘉祥将重长交通部税任交通部长职 而马华属里总会长拿督马汉顺将继续担任教育部副部长 随着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莎比里昨天会晤西蒙三党巨头 对数项课题达成共识后,迈向跨党派合作 料将成为我国接下来的政治主流 而对人民而言,是否能够真正推动多项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重点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宁强调 能否成功抗议、复苏经济及做出具体的体制改革 是西蒙、会否与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莎比里合作的关键所在 根据东方日报探息,首相及西蒙三党领袖 昨天的会面主要谈跨政党合作的框架 同时在一些课题包括国会改革及反跳槽法令方面达到一定的共识 消息指出,首相与西蒙三党领导人 料在下个月7日召开国会之前再度会面进行后续谈判 巫统宾加兰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沙利娜建议 她同初的国会下议院副议长职应该由反对党国会议员填补 她说此举将是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莎比里 推动议会改革议程的最佳机会 她表示,如果政府这么做并得到一致支持 这将成为我国议会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事 沙巴民同党正式加入西蒙 成为西蒙第四个成员党 西蒙秘书长拿督斯里·塞福丁今天发表文告指出 随着民同党申请加入西蒙 西蒙主席理事会今天议决同意民同党加入西蒙 她说西蒙相信民同党的加入能够巩固和作关系 已备赞第15届大选 随着国内官兵疫情严重,死亡人数上升 吉隆坡市政局也开始陆续接获官兵死者家属投诉 指低收入族群在死于官兵后 火葬遗体费用要价4000到5000令吉不等 对许多家庭来说实在是难以负担 吉隆坡市政局建议所有殡葬业者 针对B40群体开出统一费用 并确保价格不会太高 该配套则涵盖提供基本服务 与此同时,当局也收到吉隆坡信都协会 现役推出1850令吉的基本配套 供B40群体的官兵死者家属选择 据了解,该协会也会在近期正式透过文书成交有关提案 并交由政府批准 亚航首席执行员丹斯里东尼·费南德斯表示 亚航运营人员和前线员工以百分之百接种疫苗 并未再次起飞做好准备 他表示亚航也会落实非接触式安全和卫生措施 以确保在不久将来恢复的航空旅游保持最高标准 他今天发文告说 有着严格的健康和卫生规程以及文件的标准作业程序 民众可以放心再次搭买亚航旅行 许多人曾经在社交媒体上看过一位脸颊胖嘟嘟的可爱友族小男孩 通过视频神气又有趣地提醒大家要正确地戴口罩 而这位斗狐八岁抗疫小英雄阿蒙弟弟阿迪阿命 今天凌晨1点30分左右 因呼吸困难而死亡 她的33岁母亲表示 儿子向来健康活泼 没有任何的疾病 也未曾感染新冠肺炎 当时她正在吃即食面 然后就窒息了 完全没有预兆 首相拿多斯里伊斯曼沙比里随后发文致哀 指自己在社交媒体分享阿蒙弟弟制作的视频 赞扬她是一个聪明和优秀的小孩 涉嫌报警案声称前往开档途中 遭黑警勒索500令吉的年轻炖汤小贩林天赋 今天被提控上庭 控状指出21岁的林天赋 在6月7日中午12点03分左右 前往显都警局报假案 企图利用一名警员的职权进行不正确的行为 抵触刑事法典第182条文 须遇报假案 被告在林天控状后向法官表示不认罪 最终推示批准被告以2000令吉 及提供一名担保人的情况下保外候审 此案则定于10月1日过堂 法官员应是今天可能会有一个误会 这么警方那边会take such an action 来施工我的当事人 可是我当事人是认为他很强调 他从头到尾是没有讲过骗话 共创作者收费分享情色影音内容的 知名网络平台ONIFANS25日宣布 逆转19日才做出未来将禁止色情内容的决定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ONIFANS的创办人及执行长史托克里先前表示 之所以禁止色情内容是因为大银行担心 ONIFANS伤害他们的形象而威胁不相往来 但是在25日ONIFANS在推特官方账号表示 他们已经取得所需保障来支持多元化的创作者群 因此终止原定10月1日上路的政策 不再禁止色情内容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明天请继续留守东方Question Life 一起来关心国内外大事 我们下次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